阿们 我们一起 阿们 用你的七眼再来祝福我们 阿们 主啊 我们承认我们不代许多的情情 阿们 感正眼看你 对吧 因为我们里面满了亏欠 阿们 我们在你面前 主啊 又离开了你的眼目 阿们 耶稣 在你每一次的眼在看我们的时候 阿们 再来引导我们 阿们 再来使我们转向你 阿们 我们相信你是满了怜悯的神 阿们 是要那一位 为我们而生 为我们而死的那一位 阿们 今天更住在我们的里面 阿们 是要感谢你 阿们 摆在圣主的中间 阿们 今天有这样甜美的享受 阿们 都是因为你 阿们 成了我们的大花 阿们 我们就能够在光中 阿们 也能在光中行走 阿们 像积淀和三百的勇士一样 阿们 争战 阿们 夺取的女人略物 阿们 要仇敌 阿们 所有的战俘 不要变成蓝料 阿们 在这里 主要满了感谢 阿们 让我们充满你的时候 阿们 也能看见 在光中 阿们 你的眼目 阿们 再来注视我们 阿们 也能顾到我们周围那些软弱的 阿们 在黑暗中的 阿们 在死因之地的 阿们 阿们 应当显在这世代中 阿们 明光照耀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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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周 就要遭受到这几个很大的点 那个刚刚我们导徒讲说 我们要尊耶和华 尊万君之耶和华为圣 祂是当趴的 也是你们当归主的 可见得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就是我们什么都不怕 对神什么都不怕 对地上的事情都怕 然后呢 这个一说怕神 神在哪里 我就是神 有钱就有神 有体力就是神 我都没体力的话 拆开转向神 所以我们不怕 我们对神都不怕 让神当作凡俗的 什么叫做圣呢 圣就是在我们的里面 阿们 是摆在第一位的 阿们 是非常注意的 阿们 我想小时候犯错的时候回去 就很怕看到妈妈 她不知道怎样一看我 我就觉得不敢正面看她 我妈说 你今天做什么错事 我说我没有做错事 你眼睛不看我 就证明我们的眼 做错事情的时候 就很怕看 等到我小孩子的时候 也是这样回到家里 我一看 怪你眼睛扁在旁边 我说你发生什么事 她被发现了 为什么会被发现 我们一看 谁一看我们 就知道我们这个人 做错事 做错事 所以有一首诗歌说 我必用眼引导你 阿们 我必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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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 第几首 五百零九首 五百零九 那我说 这个首 因为我想 今天很长 今天很短 没有办法 但是这首诗歌 是非常好的 是说 主用七眼 来引导我们 祂是用祂的眼光 来引导我们 我有时候到主那里去祷告 祷告 祷看看你 然后你在我的话中 就立刻被光 在你的后夕中 就照在你的身处 你就再一次的被主光照 所以我们常常说 主光照 主在哪里有光照 就是当什么时候 你到主的画面前 然后你在面对主的时候 主的光就要照在你 他用他的眼来看 你从他的眼目中 就得着他的功夫 所以上一周 我有发了一张 发了一张给你们 有没有拿到的 我觉得还有几张 就是在这张给你 就是在那里面的 如果这个话 第二张给你 就是在那里面的 就是在这张给你 不够 不够 你看到那个很有意思啊 今天早上的时候 那个刘佑迪宫也在唱这个诗歌的时候 他也这样说 那个诗歌就说 我们都没有在逛中 我们这个人生文之万 所以我们任何的事情 也都会让我们觉得 非常的迷糊 所以呢 这一次呢 我对这个光也有看见就是 第一件事情你要 让主在你的里面再升起 他成为圣 就是在你的里面 在你的里面被尊为圣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我们先要有一个感觉 不然不然我们这个人是非常骄傲 看不到神 那神必须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升起 升起啊 也就是这里讲的 要让基督做宝座 但是基督他不是只是做宝座 他到他上了宝座以后 他的光就照出来 那个光啊 就会透到我们的生活上 一件事情 所以这里有一个叫基督管理啊 他管理的时候 他那个圆圈圈都是非常整齐的 分散在附近 就是因为他被神光照了 因为你每一件事情 你就非常的清楚 不然你会发现 常常缺乏信心 然后呢 常常祷告无效 然后会觉得不明白什么话 里面满了邪恶的思想 然后呢 我们还会有罪的感觉 甚至呢 会有点忧虑 不是怕神 是怕地上死 然后呢 灰溪失望 然后最后呢 满了批评论断 还有祖善不安 生活没有目标 这都说出在黑暗里面的情形 我们如果一离开主 主在我们也没有被显出来 我们真的也是落在这样的情形 所以需要主的光照 所以主的光一进来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叫一切都有次序 他有了次序呢 接着第二个情形的 就叫我们进到光中 对 当主的光照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在光中 最后呢 我们就会从这个光的里面 得着释放 而在光中行走 就像这个基电啊 他能够 像他能够战胜 这个敏电的 所以这个九章 他后面就讲到 到第五节的就是说 就是说 这个战士的 他们身上的那个战靴啊 还有身上的衣服啊 都会变成奶料 这也就是说 什么时候 我们在光中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像基电一样 能够击败米电的 这就是我们要在光的里面 所以我一直有感觉到 这个图案啊 我其实想了很久 然后后来觉得 这个以赛亚啊 经过很多 很多都离不开这个范围 那你有时候 你再看看 你再看看自己 再去看望基督姊妹的时候 你会知道 常常我们自己 先没有活在光中 先没有让基督来挑战我们的生活 所以你去看望的时候 别人说 我家里想我也好乱 我要充出时间来看望你啊 我家里好多东西都没有真 因为很乱 那结果两个人交通话 一交通话两个人说 哎呀 我们大家都乱在一起 然后呢 好啊 我为你祷告 那你怎么为他祷告呢 他怎么为你祷告 其实你们之间有很多的奇迹 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你要让基督啊 在我们的里面升起 这个基督一升起啊 就像我们这个气 这个气泥啊 如果有一个气泥 这个一个气泥 这个气泥啊 都装水的话 他装了水的话 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如果说 如果说今天你这个基督徒 已经被主充满了 被主充满了 你立刻就胜跌了 你跟他不一样 那你才能够啊 去看望他的时候 就把你这个成分啊 到了阿们 他才会胜跌 那我们是自己需要更多的 让基督啊 让基督在你生活上的每件事 都光照了 他就充满了 你这个人的次序正常的 你才能够把你带到光中 阿们 然后你才能够 与他做同伴啊 去 去把你电人打败 阿们 那我觉得真的是一个 很重要的点 那所以呢 在光中啊 你如果一离开的光 你立刻啊 第一个就骄傲 就会产生一些的情形 就是 就是像刚才 这个子妹讲的 孩子挑剔的时候 他到主灭前 他就是 他就是要做管教 有一些太严重的时候 就需要被管教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教导 因为我们都今天都在光中 也被光来调整我们的生活 阿们 然后我们这个人被调整了以后 我们就能够把人带到光中 阿们 每人与他一同的战胜啊 阿们 主啊 感谢 阿们